好又來到TVBS聊國際時間了 今天跟我搭檔的是 雅里哥資深的氣象 而資深的體育主播 不好意思 沒有問題 志祺好 大家好 你看我太緊張了 因為每次要講到體育 就說這不是我在行的 所以等一下要多多麻煩雅里哥 不會啊 大家一起就是看體育來一起學習囉 好我們一起來學習 首先我們從畫面上要帶來看到 是謝淑薇的好表現 他重返美往女雙四強 所以一起來看這個精彩畫面 台灣女將謝淑薇和大黨大陸好手王新瑜 鏡頭前勝利擊掌 美往女雙八強賽 雙方大戰兩小時又十二分鐘 最終成功擊敗地主隊強敵 睽違十一年再闖四強 這成績確實不容易 因為今年美往舉辦地 紐約特別熱 你不能想像 一位玩家會死 然後他們會死 顧不得還得比賽 俄羅斯名將梅德維夫 鏡頭前咆哮 因為熱到崩潰 盡管美往南丹八強戰 擊敗同鄉輕鬆晉級 他說高溫三十二度 根本看不到球 的確美東高溫肆虐 九月才剛開學 就有上千間學校 最到提早放學 天氣這麼熱還有學校冷氣壞掉 讓孩子在教室烘考 據統計全美至少四成公立學校 必須升級或是更換空調系統 不少學校乾脆拿疫情補助款來裝冷氣 TVBS新聞這種報導 哇從新聞畫面上真的好熱 氣象交給我 但體育要交給雅里哥 雅里哥這一次謝淑薇的表現 您怎麼看呢 哇謝淑薇這一次能夠在美網 追平了他生涯最佳成績 感覺兩個人配合得非常好 那這一次來到紐約 這這麼熱的天氣 剛剛大家也看到新聞畫面 這麼熱的天氣下 謝淑薇在原本大家不期待他 可以打出很好成績的情況之下 但是現在一路過關斬將 尤其在前一場比賽 他們打敗了大會的三號種子 就是Pegula 以及這一次打進到美網女單決賽 這位19歲小將的CocoGolf 過了這一關之後 下一場比賽 他們要面對的是 加拿大跟紐西蘭的這個 這個女雙組合啊 那過去這一組合 雖然在美雙啊 在這個女雙的美網 沒有拿下過冠軍 不過剛剛說啊 剩下成績四強已經追平了嘛 那過去他拿下過四次的 溫木頓的女雙冠軍 那下一場比賽 要面對加拿大紐西蘭的組合 要來爭奪這個決賽的一個門票 其實他們過去啊 就在溫木頓2019年的時候 這個加拿大選手Dabrowski 其實已經輸給過這個 這個謝淑薇一次了 只不過他們那個時候 兩個人在搭檔是不一樣的 然後2019年 謝淑薇搭檔是Strykva 那這一次搭檔這個王新宇 其實我們觀察謝淑薇 他在生涯拿下六座的 大滿冠賽的女雙的冠軍 其實他搭檔的選手 從最早的彭帥 到後來的Mertens還有Strykva 還有今年的王新宇 其實他們都是比較擅長於 底線強級的選手 配合謝淑薇他的一個在往前的 往前的一個高調球 還有往前的一個切球 我們台灣球迷很多人 非常欣賞謝淑薇 在往前的所謂的鬼切 現在又有所謂的鬼之調球 兩個人這樣配合的一個默契啊 多發揮出自己的特點 所以是他們能夠一路過關成這樣原因 我非常看好謝淑薇 說不定今年可以連續的 從法網 溫布頓到美網 有機會來挑戰一年當中 第三座的大滿冠軍 所以我們持續的也來幫他加油 但是說到美網的話 現在也出現了四強對決的局面嗎 雅力哥 對 現在在單打的部分 已經是要進入到最後四強階段了 在台灣時間9月9號的凌晨啊 第一場的南丹四強戰就要開打 有20歲的這位美國小將 Ben Shelton來對上這個 過去三屆的美網冠軍 Nova Djokovic 兩個人生涯沒有過交手的紀錄 不過你看年紀 20歲的大黑馬 他雖然20歲而已 但是他是今年美網裡面 男單選手發球最快的 他的發球時速 今年他曾經發出了 147英里的這樣的一個訴求 147英里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 超過230公里的這樣球速 你看他在網球比賽 超過230公里的這樣球 朝你打過來簡直就像子彈一樣 那當然Djokovic非常有大賽的經驗 今年他如果能夠順利打進到決賽的話 然後拿下冠軍的話 將是他生涯第24座的一個大賽冠軍 將可以超越小威廉斯的23座 又可以贏Rafael Nadal蠻牛兩座以上 那另外一邊的這個對戰組合 左上角看到了一樣是20歲的這個現今的球王 卡羅斯阿卡拉斯 雖然他在美網結束之後 球王寶座就要讓給Djokovic 但是不要忘記 在今年的溫布頓阿卡拉斯 曾經經過五盤大戰 擊敗過Nova Djokovic 兩個人生涯總共4場的交手 因為他很年輕才20歲 所以現在只有交手過4次而已 各拿下兩勝 那在溫布頓阿卡拉斯擊敗了Djokovic 五盤大戰 而在美網之前的一個熱身這個大師賽 在辛西納迪大師賽 這是1000分等級的一個賽事 僅次於四大賽的這樣的一個印第的比賽 三盤大戰 那場冠軍賽 Nova Djokovic 花了3小時49分鐘 哇 非常長的一個時間 苦戰 創下這個1000分等級決賽史上最長時間的一場比賽 Djokovic擊敗了這個阿卡拉斯 不過阿卡拉斯如果要打進到決賽 來跟Djokovic爭冠軍 他必須要過Dineo Mepidiv這一關 要知道這個四強的對戰組合 阿卡拉斯對上27歲的終身帶Mepidiv 這兩個人都是前美網冠軍 去年阿卡拉斯冠軍Mepidiv 2021年 那一年他拿下美網冠軍打敗的人是誰 就是三巨頭之一的Djokovic 所以你要登上美網的一個寶座 一定要過大魔王這一關 那現在今天從今天這個晚上12點 就是明天的凌晨開始 兩場的南丹的四強對決 先看Djokovic能不能順利的擊敗 大概就是20歲的美國小將 再來看Djokovic跟阿卡拉斯 西班牙跟俄羅斯的這樣的一個對決 所以完全是個新手跟老將的對決 一定是會非常精彩 不過接下來我們再從這個網球場上 帶到棒球場上 因為大股翔平連續三場做冷板的 但他人氣依舊是非常高 洛杉磯天使週三對陣精英 招牌球星大股翔平再度缺席 但他人氣不減 美國啤酒商從他身上找到新商機 大股日前做客大都會 將酒商的廣告看板轟出大洞 業者順勢推紀念款 在飲料罐左上角印上黑色圖案 代表大股打壞的看板 一瓶藥價540多塊 只賣罐子不含酒 讓網友直說好想要 不過從週二開始 大股因為右側腹部緊繃 連三場做冷板凳 將手肘副刃帶撕裂商 要回歸投球可能還好幾個月 有分析指出二刀流變一刀流 身價恐怕降低 但有助球隊留人 天使隊拍攝團體照還傳出 特地找來身形相似的替身 穿上背後17的球衣上陣 也引發折意 至於同樣日擊強打 小熊隊林木成也 周四對戰巨人 全場貢獻雙鞍 三打點助攻 中場以8比3痛載對手 他9月打擊率高達4乘48 手感超火燙 而紅蛙刺激打者吉田正上 儘管打擊掛彈 防守表現亮眼 中場仍以6比8 輸給對手光芒隊 TVB的新聞眾報道 好我們再來看到的呢 就是這個大股翔平 我們知道之前他受傷了嗎 但是他現在連續三場冷板凳之後 之後他的傷勢 什麼時候會開始逐漸的好轉 還有說這個到底誰 是他是不是有點訓練過頭 或是出賽過頭了呢 壓力哥 其實這個星期大股翔平 傳出了就是 因為好像腹肌腹部不適的一個狀況 所以現在已經是 加上今天已經連續四場比賽 都沒有進不到 這個球隊的一個先發名單了 也沒有上場比賽 當然對於天使隊來說 因為最近他們都是在主場的一個比賽 大股沒有上場 當然就讓他們少賣了很多的門票 還有周邊的商品 這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因為我今天早上才剛剛轉播了一場 這個天使跟克里夫蘭守護者比賽 的確在天使的主場人真的少了很多 大股翔平之前在8月份 傳出了這個投球的手走韌帶 撕裂傷的一個消息 不知道要不要開刀 可是投手的大股已經關機了 那打者翔平在台灣時間 這個星期 今天星期五嘛 星期一的時候 他在揮棒打擊練習的時候 有一次的揮棒沒有完成 就看到他彎下來 結果他馬上拎著棒子走出去 後來就傳出了 有可能是腹肌 有可能出現拉傷的一個狀況 那後來天使球團是有講 並沒有說是拉傷 他只是出現腹肌不適 那這兩天大股翔平也已經開始有 在球場上跑步啊 然後有練習揮棒這樣的一個動作 只不過我覺得天使球團 為了保險起見 還是讓大股翔平已經是連續四天 休息四天了 那今天的最新說法是 有可能明天或後天在主場的比賽 當然為了要賣票嘛 對 可能大股翔平會以代達身份 或者是也有可能進入到先發陣容 我們看一下在大股翔平 這個所謂的腹肌受傷之前的一個數據 其實在這之前 今年天使隊打了137場比賽 對大股只修了兩場 哇那其實出賽率非常高 出賽率非常高 大股打了135場 而且還有23場是當投手 當投手的時候 他也同時二刀流啊 又投又打 還記得嗎 他有他在8月份 對抵退老虎隊的一個雙重賽事 早上當投手 投出玩風勝 下午當打者 打出雙翔炮 對 也就是這麼密集的出賽啊 才導致他 因為我覺得 美國大聯盟 是一個強度非常高的一個賽事 最高水準的棒球賽嘛 那大股翔平這樣平凡 當然他自己 有這樣的一個talent 有天分 他喜歡這種競爭的感覺 可是他不知道他的身體 已經到了 可能到了一個臨界點 身體在提出抗議了 我覺得 手手的撕裂傷 跟最近這一個 腹肌的不舒服 都是身體在向他發出訊號 當然很多人希望 大股關機啦 對 那大股他自己 也是 我覺得他自己現在 比較掙扎就是 因為他現在還是 美國聯盟的權力打王 對 另外打點 還有各項數據 其實都在打擊的排行榜上面 都是名列前茅 投手大股關機了 打者翔平呢 那現在是他要思考的問題 如果回來的話 當然他要競爭 個人獎項 權力打王 或者美國聯盟 年度MVP 最佳球員 我覺得現在 都有機會 所以等於說 他是想要趁勝居起 還是適時的好好休息 這可能是他個人 還有球團 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再來我們來看到 世界杯的男籃 現在狀況又是如何呢 亞歷哥 8月25號開打世界杯男籃 今天 現在正在打 已經今天晚上總共有兩場的四強戰 一場已經打完了 美國跟德國這場 現在正在打 剛剛在晚上結束的 另外一場四強戰 看到了塞爾維亞 95比86 打敗了加拿大 取得了冠軍賽的一個門票 對 我們知道塞爾維亞的前身 是東歐的南斯拉夫 其實南斯拉夫 過去在歷史上 也是籃球的強國 在世界杯的這項歷史上 南斯拉夫曾經拿出過五次的冠軍 對 跟美國並列 美國也是拿下過五次世界杯的冠軍 只不過在上一次的 四年前的世界杯 美國那個時候 在八強賽 意外的連輸兩場 結果最後只拿到第七名 拿下對史最差的一個名次 那這一次 美國隊 雖然說 不是說像是 什麼主力的陣容 我們之前也有談過 不是一線球星的 這樣的一個陣容 但是美國隊這一次也是 冠軍的一個大熱門 今天 要對德國的這個四強戰 外界看起來 應該是可以過關的 那塞爾維亞 其實在這一次的 一路的進擊過程當中 哇他們在小組賽 還曾經輸給義大利 對 那 但是也就只輸了那一場 美國隊在八強戰是 一百比六十三 三十多分 大勝義大利 所以美國隊 其實不發揮折疑 我覺得 美國隊仍然是 這一次的一個冠軍大熱門 不過說到這一次的世界杯 當然非常重要的是 大力奧運的門票 這一次世界杯 除了大力奧運的主辦國 法國之外 總共要出七張門票 歐洲兩個名額 美洲兩個名額 亞洲一個名額 大洋洲還有非洲 所以這一次打到四強的階段 七張門票已經全部產出來了 包括了德國塞爾維亞 兩張歐洲的門票 美國加拿大拿下美洲兩張門票 日本這一次在世界杯 表現是意外意外的好 日本這一次在小組賽 拿下三勝一敗的成績 尤其逆轉打敗芬蘭那場比賽 對 所以日本在這次世界杯當中表現 比亞洲的傳統強權 中國大陸還要來得更好 日本拿下了巴黎奧運的門票 反而中國現在必須要去打 整個巴黎奧運的一個資格賽 在這一次巴黎奧運 我們知道總共只有12個 籃球的參賽的一個名額 現在透過世界杯 加上主辦國法國 已經有八 八隊確定了嘛 那現在只剩下四個名額 那由接下來的這個奧運資格賽 要來決定 那非常恭喜日本還有南蘇丹 南蘇丹是一個非洲戰亂很多的一個國家 國際新聞也常常看到 不過他們在前芝加哥公牛隊的球星 Rulodan的帶領之下 今年打進了奧運 我們也要替他拍拍手 所以很多隊都上演了大驚奇 我們在今天也非常謝謝壓力哥 為我們解析這個體壇動態 謝謝壓力哥 謝謝志瑜 謝謝大家 T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對 於是